小喬? 很大的槌,還有花槌很可愛 有隻狗頭在這裡 不知道放在別人那裡會不會有些很可愛的聲音 大家好,這段影片跟大家試玩一隻剛剛推出的美女收集 以及考大家排陣的手機遊戲 就是這隻雙生幻想 遊戲賣點就是裡面有大量的美女 以及只要對你喜歡的角色有愛,她就會成為最強 有興趣的在這條影片的內容有連結可以下載 首先都要跟大家說一下遊戲的戰鬥系統 步陣的時候我們就這樣在下方 按一些我們想上陣的角色就可以了 接著就可以在上方拉動他們 例如近戰的放前面,輔助和遠距離的放後面 按上面戰力左邊的位置就可以看到發動了什麼陣型加成 以及可以看到陣型雙刻 例如綠色的獸族就會刻住人族 人族就會刻住蟹族 下方就是天使和惡魔互相刻制 設定好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戰鬥了 戰鬥的時候就全自動 主要是看看大家究竟有沒有刻住敵方的陣型 以及排陣配搭做得好不好 好 試玩了一會之後我發現遊戲其實都很多福利送 例如我們完成一系列的任務就會有100年抽送 可以按一按畫面右上方這裡送100年 其實任務就很簡單,升級就行了 除了看他有多少福利之外 其實玩這些遊戲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就是看看角色漂亮不漂亮 你想不想存在 我自己最想要就是神族的這個角色 塞特 你看他的造型好像埃及神一樣 還有畫得很漂亮,我自己是很喜歡這個風格 另外就是魔族的尼德霍格也是很棒 你看他多大對翼和角色 再加上紅黑的配色我覺得真的很吸引 至於人族我就很希望可以抽到這個星期五 你看他的秘章有個節日生,是學生 這個 好了,準備100年抽 那看看他的概率說明 其實抽到五星的機率都很高,因為有11% 每10抽都有一隻出現了吧 好了,第一次10抽 抽卡畫面好像有流星跌到地面 多給我幾隻五星,麻煩你 有一張金色和三張紫色的開來看看 先看看吧 很搞笑,這隻是紅貓 屬於手族的射手 好,第二個10抽 這次都有一張金色卡 人族的基礎是一個刺客 事故以來美女做刺客也是比較好 因為比較容易令人放下戒心 第三次10抽 比上次小事畫一張五星一張四星 修族的騰蛇 是屬於戰士型的角色 他那把劍是電鞠 第四十抽,有沒有多些好東西呢 由一張五星三張四星 蟹族的是天啟 他是輔助型的角色 可以增加我們的攻擊力 第五十抽 一個五星,兩個四星 小橋 很大的鞠 還有花鞠很可愛 有隻狗頭在這裡 不知道放在別人那裡會不會有些很可愛的聲音出現 我真的蠻喜歡這個角色 來吧,第六十抽 也是有五星,其實五星出現機率真的很高 這隻貓,貓油 修族的刺客 還有其實造型是有心思的 你看看他有兩條尾 因為傳說中貓油是有兩條尾 第七十抽 這次有兩張五星 先開上面這張 是獸族的法師 貝蒂 我想他的造型是參考魚 另一個五星 也是法師 白澤 這隻就是人馬 而且很明顯就是兵屬性 他不知道可以控制,還可以幫忙回復 這個不錯 而且最重要是造型漂亮 來吧,第八十抽 一張五星 四張四星都不錯 人族的射手後藝 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可以射太陽下來 第九十抽 人族的輔助角色 蔡超基 相傳他是女私人 加上電結他 我覺得馬上變得很狂 最後十抽 又有兩張五星 左邊這張 乾障莫邪 是蟹族的刺客 派他上陣的話 感覺上會多打別人一個 最後一個五星 蟹族的法師 靈芙 他的造型 我覺得好像天使 有降低敵方命中的效果 十抽裡面有十二隻五星 我覺得就滿意 抽到喜歡的角色 我們就可以按一按左下方的助理 在這裡就可以選擇不同角色成為我們的助理 一開箭就可以看到他們 還有一部分可以換衣服 例如占卜師 看看蔡超基 變成了音速歌機 這個造型我多喜歡 不過可惜我沒有這件時裝 我就當然選擇最有趣的小橋 做我的助理 除了可以做我的助手 還可以跟他互動 我們在角色畫面按進來送禮 就可以送禮物給他 提升好感度 而互動一點就可以跟他聊天 又或者跟他們玩一下問答遊戲 在個人檔案這裡 還可以看到他們的相關設定 例如小橋原本就是寵物店的專員 官方說只要對角色有愛就可以升勁 例如這個坎迪斯 除了就這樣幫他升級 之外 我們都可以幫他加上裝備 裝備怎麼來呢 就是按一按主畫面左下方這個位置 有一個掛機的玩法叫做惡貓行動 我掛了12小時之後其實已經有不少的道具 另外每天還有一次免費的快速行動 可以獲得兩個小時的收益 如果想的收益再多一點的話 只要推進主線就可以了 除了裝備和等級還可以升星 那星星除了要消耗自身相同的角色之外 還要加入幾個同陣型同星星的角色 那我就會把許文放進去 因為我自己就很偏心 當然先升上美女 男性角色留下之後有多才做 升完星就會解鎖等級上限 另外還有寶石和晶片功能 不過因為未解鎖的關係試不到給大家看 這個遊戲玩起來其實都不算乾 除了玩主線之外 我們就可以進來爬塔這個位置 例如這個第五之塔 就不需要每天由頭打 只要你打過的流程都可以選免費數檔 那就節省很多時間 到你提升了戰力才去挑戰新的流程 而且大家如果打的層數夠高 排前三名的玩家每天都有額外的福利 除了自己玩的爬塔活動之外 當然還有競技場 而且玩競技場最棒的就是 根據我們取得的積分 是會有不同的獎勵 還可以獲得招募券 還有一些休閒玩法 例如我們可以進來宿舍這裡 這裡就會有宿舍大樓 我們可以在每一個單位放置一個角色 以及幫他佈置一下房間 最先放進來的當然是小喬 我們就可以按這個裝扮宿舍 一開始就會有一個電腦桌的組合 另外還有很多不同的傢俬 可以幫他裝扮一下宿舍 這些都是可以預覽的 再放鯊魚頭 很搞笑 這個應該是梳化 我覺得 到底買傢俬用的家具幣是怎樣 其實只要我們把探員 放在房間之後 就會根據我們佈置的氣圍度有多高 去產生出相對應數量的家具幣 如果大家想有多些傢俬 就要盡快開到宿舍 然後再去幫他們裝修一下 還有在我們的辦公室都可以更換自己喜歡的探員 視乎他們的好感度有多高 越高好感度 對全體探員的屬性都是有加成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禮物 就要盡量送給自己最喜歡的兩個角色 好,這隻雙生幻想的試玩 我們就來到這裡 裡面的探員我覺得真的畫得挺漂亮 而且什麼風格都有 總會找到適合大家 再加上他送的100抽 要拿到也不難 對這遊戲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在這條影片的內容有連結可以下載 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 謝謝各位收看,謝謝再見 再見